CH-47 契努克直升机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一款多功能双引擎双旋翼的中型运输直升机 得名于美洲原住民契努克族 主要任务是部队运输、火炮调遣与战场补给 其双旋翼纵列式结构免除了一般直升机需要的尾部垂直旋翼 CH-47 在1960年代开始服役时 是飞行速度最快的直升机 目前CH-47 已被外销至全球16个国家 CH-47 是由福托107型的串联学艺驱动设计改良放大 在1958年9月 福托直升机公司开发的107型设计 获得了美国陆军的竞标 称为YCH-1A 美军得标后取得了三架YCH-1测评 但测评却判断空中突击任务来说太过顿重 但是就战术运输来说又太过于贫弱 这让美国陆军内改变决定 需要更大尺寸的运输直升机 这使得原先提供陆军的CH-46被转单至新型直升机上 CH-46最后仅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采购 1959年 福托公司提出114型设计 这设计获得美国陆军接受 并开始打造原型机 在打造CH-47原型机的期间 福托公司在1960年被波音飞机公司收购 因此后来的代号都会称为波音福托系列 但量产与研发仍然是原先福托直升机公司团队进行 波音234是CH-47的民用型运输直升机 于1980年首飞 B-234外观上与CH-47最大的差异在于 B-234拥有较多的窗户 同时为了安装气象雷达 它的机鼻部分也较军用型的长 B-234